好,各位六年级的同学,大家好 那么今天的网课呢,就是讨论上个星期网课的练习 也就是关联词的网课练习 那么接下来开始我们的网课 好,A根据以下的关联词将句子连接起来 那么第一题,它上面给你了就是 弟弟只有五岁 弟弟说起话来像个大人 那么在这里,它给你用的关联词呢 就是随,却 那么用随,却把上面的两个句子连接起来 那么整体呢,第一题它的答案呢 就是弟弟虽只有五岁 说起话来,却像个大人 这一个呢,就是第一题它的答案 那么第二,演唱会进行时细语 连年,与世却无法阻挡歌迷门那颗赤诚的心 接冒与之语,接冒与之语,偶像 那么他们给你用的就是 虽然,虽然,但是把上面的两个句子连接起来 那么整体的答案呢 就是虽然演唱会进行时细语连年 但是与世却无法阻挡歌迷门那颗赤诚的心 接冒与之语,偶像 这个呢,就是第二题的答案 第三题,你要为写作构思内容 你平时搜罗的素材可派上用场 用一旦便把上面的两个句子连接起来 那么第三题,他整整体的答案呢 就是一旦你要为写作构思内容 你平时搜罗的素材便可派上用场 这个呢,就是第三题的答案啦 好,那么第一题呢 他所用到那个关联词的类型呢 就是转折,因为虽然但是他前面和后面 他虽跟确前面和后面是不一样的意思 第二题同样的也是一样是属于转折 好,第三题一旦变就是它是属于假设性的 所以呢,这一个呢,就是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 他那个关联词的类型 那么接下来下一页 好,下一页B选择题 第一题,好大,好大喜功的 秦始皇不惜动用全国的人力与财力 横线,耗尽属地的木材 以建造阿房工 那么哪项最适合填在横线上 A,甚至B,或者C,因为动机弱势 那么在这里第一题还有答案呢 是A,好大喜功的秦始皇不惜动用全国的人力与财力 甚至耗尽属地的木材 以建造阿房工 阿房工是什么呢 那么你们可以看下面的那个图片 好,第二题 姐姐拿起一根细线横线 轻而易举的穿入针孔中 让一旁的几个小男孩赞叹不已 哪项最适合填在横线上 A,接着 B,况且 C,不但 动机,既然 那么在这里第二题的答案呢 是A,姐姐拿起一根细线 接着轻而易举 轻而易举就穿入针孔中 让一旁的几个小男孩赞叹不已 好,第三题 老师经常嘱咐我们学业 恒线 中药 学业 那个恒线 身体也很重要 所以 不应经常熬夜 以免影响健康 哪项最适合填写在恒线上 A,不论还是 B,因为 所以 C,固然 但是 动机,不但 而且 那么在这里第三题 他的答案是C 老师经常嘱咐我们学业不然重要 但是身体也很重要 所以 不应经常熬夜 以免影响健康 好,第四题 国伟和嘉贤 恒线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恒线品学精优 还是个运动健将 好,那么 哪项最适合填写在 填在恒线上 A,不但 而且 B,尽管 还是 C,不是 就是 动机 与其不如 那么在这里 第四题 他的答案呢 就是 A,国伟和嘉贤 不但 琴棋 术画样样精通 而且 品学兼优 还是个运动健将 那么 第五题 随手乱丢垃圾 恒线 破坏周围的环境 恒线 容易自身 蚊虫 引发许多疾病 那么在这里 哪一项 最适合填写 在恒线上 A 不仅 还 B,若是 旧 C,虽然 但 动机 即使 还是 那么在这里 第五题 他的答案呢 是 A,不仅 还 也就是 随手乱丢垃圾 不仅破坏周围的环境 还容易 自身 蚊虫 引发 许多疾病 第六题 神神 横线把鸡蛋和面粉放进碗里 横线 搅拌均匀 那么第六题 哪一项最适合填写在横线上 A,或是 或是 B,如果 C,首先 然后 D,就算 也 那么在这里 第六题的答案呢 是 C,神神 首先把鸡蛋和面粉放进碗里 然后搅拌均匀 那么第七题 匪徒把只剑捆绑在一肩偏僻的破屋里 横线 他怎么挣扎 横线 无人援助 下列 像最适合填入以上的句子 1,一边一边 2,不是而是 3,不管都 4,无论也 那么给你的选择就是 A,1跟2 B,1跟3 C,2和3 D,3和4 那么在这里第七题 他的答案呢 就是 D,3和4 也就是 匪徒把只剑捆绑在一肩偏僻的破屋里 不管他怎么挣扎 都无人援助 又或者是 匪徒把只剑捆绑在一肩偏僻的破屋里 无论他怎么挣扎 也无人援助 那么最后一题 下列哪项关联词用得不正确 A,勃勃含辛辱苦的把婷婷抚养成人 便不问回报 B,老板正考虑该把事情脱付给下属 还是自己亲自处理 C,小旧苦苦思良 该如何把事情解释清楚 旧母才不会误会 Dongki,旧母 A,姑妈为人 乐善好施 又不居小节 时常亲自到孤儿院 当义工 那么在这里 第八题 他答案呢 就是 A 所以 所以呢 这些就是关联时他这一些的答案啦 那么今天的网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星期的网课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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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